大家好,欢迎收看健康打一包包炸讲堂,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,我是主持人小果。 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,人体各器官的衰老是不可避免的,尽管各种养生抗衰老的概念不断被引入,但人无法阻挡身体的衰老,但我们可以延缓衰老的速度。 很多人因为生活习惯不好,消耗了比常人更多的能量,使他们衰老的更快。 现实生活中,这四类人的衰老速度是最快的。 1.肥胖者 肥胖会导致器官和身体的衰老,从而使得衰老的更快。 油炸食品、动物肝脏、啤酒等高热量、高脂肪的食物每天都出现在他们的餐桌上,正是由于饮食不受控制,他们的身体一直处于肥胖状态,过度肥胖会直接导致器官和身体迅速老化。 2.经常熬夜的人 长期熬夜的人容易出现内分泌问题,皮肤看起来很不好,而且没有精神,如果生活不规律,时间长了,身体就注定要被掏空,肝脏会受到影响。 3.喜欢甜食的人 甜食中的糖分含量比较高,所以非常喜欢甜食的人也比普通人衰老的快,因为糖对衰老速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,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喜欢甜食的人都很胖的关键原因。 4.精神压力较大的人 如果长时间处于高压之下,就会一直紧张不安,身体会非常疲劳,这会消耗大量的精神能量,以后他们会衰老的更快,经常发脾气的人也会导致内分泌问题,很容易变老,衰老的速度也充分体现在精神压力较大的人身上。 好了,各位亲爱的朋友,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,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,可以关注我,或到下面评论区留言,我们一生每天下班后,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